是 真是浪費掉了 夫妻的生活真的 是 所以林一姐 你後來就付諸行動 就直接 有一陣子 在名嘴的行列裡面 沒有看到你 就是你回到美國去 你也放棄掉 台灣所有的工作跟事業 去美國陪老公跟孩子 因為他其實在 在這十年當中 他永遠都在講說 你來美國 你來美國 我們一家團聚在一起 後來有一天 下了節目之後 我記得最後一次 也是錄秘秘好玩那一次 我去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回來 把你的愛妻接回去吧 他就來這邊 幫我整理東西 我們就飛回美國去了 你打電話說 你回來 把你的愛妻接回去吧 對 你有想到說 你會聽到說 你怎麼不自己滾 不是 你怎麼能夠說自己還是我的愛妻 你早就是惡妻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都嫌 因為你要搬過去定居的時候 那時候我想 我那時候也以為 我不會再回來了 就算回來只是這樣 那那個時候 我不是在節目也分享過 因為那時候 他在美國很辛苦 那我們也打算自己創業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把台灣的勞保退了 就一心一意 想要跟著我的夫君 一起到美國去 重新開始整理我們的家庭 他到美國 前兩個月 很快樂 為什麼只快樂兩個月 怎麼呢 因為那兩個月 他沒有工作 在家裡頭幫我煮飯 幫我什麼 我上班下班回來 真的感覺到 嫌棄良母的感覺 23年 只過了兩個月的那種 對 這樣的生活 後來他到1300去廣播的時候 這種感覺就沒了 過來了 不是 不是 我去那邊主持節目 那我跟田平春 王海波 他們主持節目 非常的受歡迎 所以他就有挫折 他很怕 我再像過去那樣子 都過去了 真的都過去了 古竹哥 你把零零解敗的愛妻 接回美國去之後 你就真的有感覺說 這個老婆不一樣了 感覺出來他完全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態度對我 那整個家是感覺是很溫馨的 那我那時候 心裡還是一直糾結的一個問題 真的嗎 我離開的時候他那一句話 那我出去外面找人 所以我到現在還在找人 林姨姐 算你厲害 來來 瑞光老師 馬上幫大家分析看看 什麼樣星座組合的夫妻 其實越老感情會越漸入佳境 越老越漸入佳境 有時候彼此互相相愛 但是在一起之後 個性上就不一定適合 而且要的東西也不一定一樣 所以待會我們在這裡 是參考你的太陽星座 跟上升星座 跟月亮星座 如果都上榜了的話 那你就符合我們這邊要描述的三個組合 那我今天我要特別從第一組先開始來描述了 像上升摩羯的人呢 愛家的方式就是我努力賺錢 然後呢 賺錢回來養家 所以摩羯男呢 很常跟家裡的人講的一句話就是 我都有賺錢養家了 你還要求我什麼 所以摩羯座 愛家的方式就是 我給你錢 我賺錢 我養家 那這個就是代表我愛這個家 可是巨蟹座呢 不一樣 巨蟹座呢 的愛是要有很多的情感在裡頭的 我愛我的另外一半 我愛我的小孩 然後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夠健康快樂 會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慢慢的互相越來越包容 然後呢 這個摩羯座啊 開始呢 就會變得比較寬容一點 然後比較有感情一點 然後巨蟹座呢 也開始這個情感的成分啊 比較歇斯底的那個部分會放下 然後變得比較務實一點 所以兩個人都愛家嘛 然後就會開始互相用對方的方式來配合 我覺得蠻好的 是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第二名 第二名呢 是天蝎男跟金牛女的組合 或者是天蝎女跟金牛男 也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這一組是互相征服掌控 然後呢 是越老越依賴 天蝎座呢 跟金牛座呢 一般來講 我們在星座 我們都說這個星座的人 他們是烈火情人 天蝎座的女生 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金牛座的男生 就會有一股熊熊的愛意跑出來了 所以我身邊有好多天蝎跟金牛的組合 那金牛座呢 他們其實是比較務實的星座 他比較不那麼感性 他比較不那麼有感情 可是天蝎座的人呢 他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天蝎座總是要從金牛座身上呢 得到對方很多情感的回應 或者是就要跟金牛座講說 你就是如果你愛我的時候 你就是要每天打幾通電話給我啊 你什麼時候要讓我看到你啊 你幾點要回家啊 你隨時隨地都要以我為重心啊 可是金牛座呢 你不強迫他還好 你問黃老師就知道 你一旦強迫他 他偏偏就不要這樣做 所以這兩組呢 會很愛對方 但是呢 兩方呢 都一直在那邊爭持不下 那到底是我要聽你的 還是你要聽我的 可是他們就是屬於這種 床頭草床尾型的組合 因為這兩組喔 是性的能量非常非常強的 所以呢 平時日常生活啊 吃晚餐的時候 還在那邊摔鍋子啊 然後摔盤子啊 但是一回到房間 隔天出來就好了 到晚上繼續炒 但是到老來的時候呢 別人都看不上眼了 但是呢 就只有這個人最了解我 只有這個人最知道 我要吃什麼 我要幹嘛 然後我眉頭皺一下的時候 我要幹嘛 所以這一組的組合呢 到年紀越大的時候 就會越處得好 是 那我們來看第三名呢 這一組的組合呢 是獅子男跟天平女 那剛好呢 跟國東哥跟林玲姐 你們又是男女顛倒過來 因為林玲姐太陽是獅子 然後國東哥太陽是天平 所以你們也是這個組合 這個是 為面子爭吵冷戰 然後但是越老會越體諒 其實呢 獅子座的人喔 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愛面子的 那天平座呢 一開始跟獅子座交往的時候呢 天平座會被獅子座的這種霸氣 英氣 講話的這種不可一世的態度 會被他吸引 會被他的活潑啊 開朗啊 這些吸引 然後也會把他當成是像女神 像偶像一樣來崇拜 可是呢 天平呢他也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其實天平呢 有很多他自己想要的 他自己的原則 所以呢 一開始呢 感覺起來好像是天平座啊 都一直在配合獅子座啊 然後兩個這個組合呢 總是獅子座為主 但是慢慢的相處久了之後呢 天平座的個性就會跑出來 我們常常說天平座 是戴著優雅的藍絲絨手套的訓獸師 所以通常呢 天平座是什麼 戴著優雅的藍絲絨手套的訓獸師 因為訓獸師一般拿著鞭子嘛 但是天平座這個訓獸師呢 它是戴著藍絲絨的手套 它是優雅的 所以呢我們通常在看 獅子座跟天平座的戰爭呢 以為獅子座會贏 但是獅子座到最後都會變成乖巧的小貓 那獅子座呢 慢慢的呢 就會被天平座慢慢的影響 那獅子座呢 慢慢的隨著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自我價值就不會那麼強 自我主觀不會那麼強 然後可以開始慢慢的看見說 天平座對你的好 天平座為你所做的一切 雖然他在人群當中呢 總是不是最耀眼的 然後呢 總是可能不是那麼的有擔當 那麼的有擔心 但是呢 人家他這種處理人際關係的手腕呢 他就是有辦法把他的人生處理的 穩穩當當 妥妥貼貼的 所以久而久之呢 這一對組合呢 也會能夠相得益彰 越處越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兒子跟我講 爸爸 你不要這麼辛苦 我不願意看到你這麼辛苦 我們把房子租出去 比你賺的那個錢還要多 你就可以回家陪媽媽 來來來來來 這邊問一下九二哥跟李玲姐 本來預備在美國陪孩子 就在那邊定居下來的 就現在孩子也大了 開始念研究所了吧 也真的不用管了 就你們又決定回台灣 決定搬回台灣 來好好工作 所以九二哥你有點 現在回來有點不知所措 適應不良嗎 也不是 那時候她只講她要回來 又是李玲姐 對 她講說她要回來 個性真的有點說風就是雨 來來去 叫人家回來把你接過去 不只 現在又說要回來 她說她要回來 我還得先我跑回台灣 然後幫她找住的地方 幫她安頓好 然後我再飛回去 等我再飛回去的時候 她就想說我們一起回來 我就想說 我好像不用那麼急嘛 你先回去好了 你想回去你先回去 她回去了 她回來了 她一回來的時候 她就打了電話 就跟鬧離婚那時候一樣 兩天一空 你趕快回來吧 這回去叫我趕快回家 是 那時候趕我出去 這時候趕我叫我趕快回來 跟其三溫軟一樣 因為那時候我去那邊 只我想白天主持節目 那晚上下了班 然後就下午下了班之後 然後我就可以 她如果開店的話 我就可以跟她顧店 對 那夫妻兩個這樣也蠻好的嘛 那結果後來 我們評估的結果 因為她也知道我是辛苦錢 賺錢不容易 因為在美國的開店 跟在台灣不一樣 台灣說開就開了 那美國呢 第一點這個 你在華人區開 競爭很激烈 大家都消假競爭 那你在那種白人區 或是老美區開 那個政府的要求 之嚴格的 是 就很囉嗦 你肯政府肯 房東也要肯 就是很囉嗦 後來我們評過結果說 那就不要開店了 那不要開店 那時候正好 台灣這邊有個工作 就是我現在工作的那個經濟公司 張博士他們的經濟公司 找我回來幫她管理台灣的分公司 那我就跟她講說 好吧 那我就先回來 可是我跟她講說 老公 我們浪費了十年的時間 你再也不要分開了好不好 所以我就天天跟她講說 你就回來吧 回來吧 回來陪我吧 那我真的很感謝她 因為她真的也就 好吧 就把兒子 因為兒子真的也大 兒子也是跟她講說 爸爸你可以回家 我覺得兒子跟你講話很貼心 對 我兒子跟我講 爸爸 你不要這麼辛苦了 我不願意看到你這麼辛苦 我們把房子租出去 比你賺的那個錢還要多 你就可以回家陪媽媽了 她把我唯一的理由都把它剝奪了 我本來是想 她的學費我要出啊 我就可以留在那了 她最後來一句 房子租出去 都比你賺的錢還多 哇 我理由都沒了 就一點價值都沒了 沒有 所以她很失落 因為她覺得兒子長大 老婆不再需要她啦 沒有 怎麼老婆跟孩都這麼會算 是啊 在台灣 她把我趕出去了 在美國 兒子把我趕回來 好可憐喔 對啊 對啊 開玩笑 開玩笑 就是國中大哥為家庭 真的付出很多 是 真的脾氣好好 所以我以前都完全 沒有看到她的付出 所以我覺得 我以前做錯很多啦 也好啦 其實喔 兩個人在一起 不管在美國在台灣 其實只要港星 兩個人願意在一起努力 其實在哪裡都一樣的 對 但不要再分開了 所以國中哥您 現在如果再拍武俠片 還能打嗎 可以啊 尤其點穴特別厲害是不是 對 因為有血案某種 嚇嚇 嚇嚇 沒有 是個穴的穴位在哪 我都認得清楚啊 是 一個人有三百二十幾個穴位 我上都是認出來的 哇 倒背如流 太好了 哇 對 回來就好 來 我們這邊呢 也來問一下 我們玉佩老師 什麼樣姓名比劃的人 在今年的下半年 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好 我來報喜囉 下半年呢 一共有三個好機會 大家來對對看 那第一個呢 叫做你下半年 你的工作機會非常的好 工作機會 我們要看的是人格 人格的筆畫 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我們就以陳林林來講 人格就是陳跟林 這兩個筆畫相加 那因為我們這裡 一共有三個組合 要講到總格 總格就是陳林林相加 還有看到是地格 地格就是林林 這兩個字相加 那我們先來揭曉第一個 叫做工作機會很好 如果你的人格出現了95 十七十九二十八 三十二二十五跟三十五的人 恭喜你囉 工作機會怎麼好呢 比如說你想要換工作 你在下半年 你絕對可以找到 很好很好的工作啦 甚至於呢 這個工作比你現在的待遇 要來得好 還有一個就是呢 你就算不換工作 你下半年 升遷的管道是非常通暢的 平常你都是陪公子讀書 陪榜 但是呢這次提名表決 都一定有你的 還有一種工作機會好 是因為你有外調的機會 那你千萬不要猶豫 一猶豫 這個好機會就沒有了 好我們來看呢 這個賺錢的機會啊 那就看總格 就是你的名字 整個筆劃相加 如果總格出現了27 29 33 35 37 45 47 跟55的人 那麼賺錢的機會 是來自哪裡呢 第一個是投資賺錢 不管你是股票 基金也好 或是不動產也好 只要你呢 市場資訊你掌握得很好 該脫手你就脫手 不要猶豫 你一定可以賺到錢 那麼另外一種情形呢 就是跑業務的朋友 下半年啊 你之前你所努力的 客戶他可能會有猶豫 你只要請打電話 去約訪他們的話 你的Case一定是 排名在下半年 可以拿冠軍的 那你業績好 當然你的獎金也就高了 另外一種賺錢呢 就是做生意的人 上半年你可能是 這個門可羅雀 可是到下半年 稍微改變一下你的策略 保證你就是門平弱勢了 生意好就當然賺錢了 好我們來看呢 地格啊 就是感情的機會會有 一個易經的沾伏 我們來沾一下 未來一個月 我們能在哪一方面最得心應手 這個題目很簡單 就這樣子的 學校開運動會嘛 那麼他要求家庭的成員參加賽跑 那麼你們家 到底派誰去參加賽跑呢 第一個是小弟參加 第二個是大姐參加 就大姐下場一樣 第三個呢 爸爸出馬 爸爸去參加 最後一個是媽媽 好我們來看呢 地格啊 就是感情的機會會有 那地格呢 如果出現呢 十、十六、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九、三十二跟三十七的人 好感情的機會是指沒有桃花的人 那麼到了下半年 不管是你自己介紹也好 親友介紹也好 或是有人向你示好也好 你千萬不要矜持 該去你就去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還有呢就是有人向你求婚 你也不要在那邊拖了 我再考慮考慮 你這一拖也會措施掉一個好的機會 還有呢 針對結過婚的人 那你對到了該怎麼辦呢 那也就是說你下半年 你的人緣關係 你們夫妻之間的 情人之間相處的 感情會特別好 也是蠻不錯的啦 恭喜 國董哥 國董哥三樣都中 對 太棒了 老公 靠你了 三樣都有也還不用 沒有啦 好 來來來 接著呢 我們就請這個郵夫老師 幫大家做一個易經的占卜 我們來占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們能在哪方面最得心應手 好 我們今天的易經占卜冊 利用一個這個題目 有四個答案請各位選卦 選完卦呢 我們看一下 你在哪一方面能夠得心應手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 這個題目很簡單 就這樣子的 學校開運動會嘛 那麼它要求家庭的成員參加賽跑 那麼你們家到底派誰去參加賽跑呢 第一個是小弟參加 第二個是大姐參加 就大姐下場一樣 第三個呢 爸爸出馬 爸爸去參加 最後一個是媽媽 代打 就媽媽去參加 請從這四個裡面選一個 然後我們來取卦看答案 那請現場貴賓跟觀眾朋友 請你一起來選 請囉 好的 林姐 C一定是我們家老公出征 瞧你來 郭東哥 我選B 大姐下場很好 我選A 好 我選C 爸爸 爸爸出場 我選A 就是小弟 本人我親自出馬 讓他出馬 後來衝擊 我走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答案 觀眾朋友你是不是想好了 宜蘭縣三星鄉的運動會 沒有參加 我今年會報名 好 那看一下你在哪方面 最得心應手 那先看一下小弟參加的 小弟參加的是李老師跟篤林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小弟參加的話是 雷三小過 小小的過 答案是 理財糊塗 賠了小錢 不因為有大 小小的 對 所以暫時沒有 只有20分 OK 20分 好 其實是姐姐 大姐下場的是 郭東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這個的話 答案是 雷鋒恆 恆就是永恆 好 所以答案是 真愛永恆 感情甜蜜 對 所以這個是感情方面得心應手 80分 好 那麼跳過去看一下媽媽的 媽媽是競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 一直學媽媽下場去參加賽跑的話 得到的答案是 雷蒂玉 玉有感 我們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考慮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非常的愉快 和樂 安穩的意思 所以答案是 身體健康 精神 太不錯了 不錯啦 是健康方面的嘛 90分 嗨 好 最後是請老爸出馬的 是徐老師跟林林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也是這個的話 答案是 雷天大壯喔 剛才是小過這邊就大壯喔 所以是工作如意 晉級加薪 那當然是工作百分 100分 恭喜 恭喜 來 謝謝老師 恭喜也 祝福林姐 跟國東大哥 未來的日子 能夠越來越順利 好嗎 謝謝 謝謝 真的不容易喔 都熬過來了 真的 加油啦 真的 你們兩個沒有 坐下來了 對啦 金姐 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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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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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的話想跟老公說 因為他最近剛回來 那我覺得我還是有一些話 因為他最近這兩天跟我講 他說他雖然看到我在台灣 小有成績 但是呢他也覺得心裡 也是百感交集啦 我就跟他講說老公 這些都是你十年來為我爭取來的 因為沒有他的犧牲奉獻 也沒有他縱容我在台灣逍遙自在了十年 不會換得我今天這樣子的成績 嗯 我真的要非常非常謝謝你 然後也謝謝你把兒子帶得那麼好 因為你的付出 換得了我們一家今天的種種的成果 點點第一 謝謝你 唉唷 我的媽呀 謝謝 謝謝 其實這一天我回來 我心裡是很慌的 也有點忌妒 忌妒他是 他一回來有工作 什麼都有 我回來什麼都沒有 不會 才剛開始嘛 嗯 才剛開始 心裡是慌 會不會回到以前那樣子 他一直逼著我 趕快去賺錢趕快 看我多壞一些 今天這一集 真是把老公國一哥加分 加到100分了 爆表了 嗯 相信很多女人會接受你的 國東哥 美國那些 那些就不要了 美國那些都不要了 對啊 那些千萬不要了 台灣現在開始累積新的粉絲 的人數在上升了 這是油國動粉絲團 那你要小心一點 好啦 謝謝兩位的 謝謝 謝謝 也感謝你們的收看 來 下次同一時間 請你們收看 命好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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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可以幫你給人增加 讓你覺得有些困擾 摩基座的朋友 在工作場上 融到遇到別人的惡意的重傷 而雙魚座的朋友 更是要特別小心 很容易丟錢包 或丟三拉式 這方面也要更加謹慎喔 任何某一星座的信譽數字和顏色 在那邊提醒你 火象朋友是銀色系 最佳數字是7 土象朋友是灰色系 最佳數字是3 土象朋友是綠色系 最佳數字是3 火象朋友是綠色系 最佳心意數字是1喔